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钟翰良新剧路透曝光,47岁在演古装偶像剧 搭袁兵演CP太为和 近日,关于47岁钟翰良和30岁的袁兵演合作的新剧 《倾城一清欢》被爆出杀青的消息 引来不少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原本对相差17岁的这组CP并不看好 有不少网友指出两人看起来并不搭 更是吐槽钟翰良如今的年龄太大了 已经不再适合出演古偶剧了 最新的路透照曝光 钟翰良以肉眼可见的状态衰老 脸部肌肉松弛腐肿 生徒有些恐怖了 甚至不少网友感慨时间是把杀猪刀 虽然依旧靠着气质在撑 但明显他整个人都显示出疲惫苍老之态 还有网友直言钟翰良作为大叔级别 和袁兵演牵手更像是爸爸牵着女儿啊 实在是太违和了啊 也有网友直言钟翰良 不应该再出演古装偶像剧了 早在之前的热播剧《今生有你》当中 钟翰良就满脸疲态 发令纹也很深 脸颊两边的皮肤松弛 眼睛也无神 已经显示出他的老态了 登武的年龄了即使保养再好 出演偶像剧也是满屏违和感 是和年龄完全不相符的剧了 再加上和女主年龄相差太大 看起来也特别尴尬 早前47岁的钟翰良在新剧《青城一青欢奇马》的造型被露透 当时还被指这个年龄继续出演古偶剧很违和 而且看起来和以往对比钟翰良也老了不少 和袁冰炎同框完全像是妇女 看不出像情侣CPR 但钟翰良整个人状态依旧保持得很不错 甚至还有不少网友直言他依然是古偶男神 起码的钟翰良一身古装长袍 整个人看起来显得帅气儒雅 很有英姿萨爽的古韵和风范啊 当时还被称赞是不老传奇的典范 而因为精修图当中整个人状态依旧玉树林峰很挺拔 还有网友直言钟翰良的小蛮腰也不一般 甚至和身边的女演员相差无几 可见背后为了保持形象做了不少努力啊 但早前钟翰良的颜值状态也因为突然变化引来不少热议 在曾经参加的某综艺中钟翰良因为明显发福再加上脸部很僵硬 当时的形象让人大跌眼镜 甚至被怀疑过度依美了 而且还有大妈的发型 被吐槽逐渐移化 完全是第二个林锐阳 但如今的路透生涂曝光 钟翰良的颜值还是引来不少吐槽声音 毕竟不服老步行 当年曾是天涯四美之一的钟翰良 一直被赞为颜值天花板 还曾是不少观众心目中的青春 但如今男神已经老太尽险 一直出演不服年龄的偶像剧部转型 被吐槽不老男神也老了啊